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近期表示 其英文推特账号已经受到限制 指推特的做法 于当初对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如出一辙 此前梅德韦杰夫说 他最近在美国社交平台推特上 发表的一条关于波兰的推文被禁止显示 原因是推特已经屈从于美国和乌克兰 再表示情况就像特朗普的账号曾经被封禁一样 推特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根本没法处理 梅德韦杰夫还指出 推特终究只是一个为美国统治集团服务的外国社交网站 当前摆在俄罗斯面前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 现在重要的是打败所有敌人 收复俄罗斯的土地 并且永远保护俄罗斯民众